美股暴跌会不会导致大量美国家庭破产 最近美股暴跌成为了一个全球都在热烈讨论的话题 那么有朋友问 美股暴跌的话会不会导致大量的美国家庭破产呢 今天瑞克跟大家聊聊这个话题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我们来先看几个数据 第一个是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是23万亿美金 全国总债务是75万亿美金 股票总市值占到GDP达到了200% 美国家庭4分之3没有或者说很少有储蓄 过去30年时间 美国所谓的美好的前景 其实都是依靠借债度过来的 依靠刺激世界局部地区动荡 引发世界金融市场 能源市场 汇率市场动荡 赚取盈利 依靠难易美金 强行罢卖 让世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承受被剥削的压力 成为了金融努力 然后他自己从中获利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美国过去十年 道琼斯指寿 从2008年金融危机时的16000多点 上涨到2020年2月份的26000多点 其上涨的动力 假借高科技 虚假账目 假借优质教育 假借吸引世界各种人才 假借的最安全生活环境获得了支撑 延续着经济增长 但是一场新冠病毒 触发了整个金融市场的高位震荡 到昨天已经触碰到了2万点的底线 美国经济进入了自我疗伤和自我调整的周期 这是由金融市场运行的规律所决定的 当全世界都没有多余的资金来支撑美国繁荣 那么逐渐下探 寻求支撑也是一个必然现象 第三个就是过去20年 美国难发纸币 购买全世界的商品 我们用当年二战发生时 美国战争总动员 恢复各种产能来进行一个内比 但是美国经济发展周期其实是不同的 世界格局也不一样 美国承受债务危机 它也不一样 如果美国灾难发国债 想帮助度过危机 世界上还有哪些国家和地区 能够承接它的这种输出呢 第四个就是 单从看这次疫情来讲的话 影响美国社会生态层面 现在是大学 出现现上教课 或者放假推迟春假入学 纽约中某一个地区 发生封闭围城这种操作 是否影响其他14个人口 超百万的大城市呢 硅谷和西雅图的IT行业 已经回家办公了 当美国的其他行业 也采取停工 停市 应对逐渐严重的疫情的时候 对于没有高属去率的 美国普通家庭而言 无疑是一种更大的债务危机 和次生灾难 最后瑞哥就想说 其实很难预测 是否导致了大量美国家庭破产 但是重创美国金融经济市场 已经是毋庸置疑的 结果呢 就只有一个 就是重新布局 整个世界的资本市场 也就是世界格局 重新规划 美国呢 风光将不在 OK 今天瑞哥的分享就到此为止 如果您觉得瑞哥说的对 那么请点赞关注并转发 如果你想跟着瑞哥 每天学习最新的互联网财经知识 那么关注瑞哥就对了 OK 今天这个节目就到此为止 我们下期再见 关注瑞哥 将你用互联网创业挣钱 再见 感谢观看